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右手邊這張圖 那右手邊在街坡粉紅色線的部分 就是目前異形圖的街道的位置 就是計畫道路的邊界的位置 那我們目前挪回後的位置 都是在計畫道路線以內 那我們在北側的部分有一個廣場UOD 是屬於目前的文化廣場 那我們依照上次委員的意見做了一些高層 除了做整個平面上的紀錄以外 還有挪移工程的高層 包含了它挪移前正負林 那挪移道南側正150 那到挪移那個回到目前站置的位置 目前固定的位置大概是正81 那相關的地平的高層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右上條這一張 那綠色的部分就是我們目前的人行道的高層 那跟房子的關係 那我們大概針對整個房子的發展 做了一個建物的年表的會整 那包含上次委員說的一些 包含專有名職的統一 那錯別式的改變 那還有一些容易誤會的部分 我們大家都已經進行了一些 重塑跟重新的描寫 那有關於整個建築特徵的部分 我們大概針對整個台北工廠 它以前其實是叫車輛修理工廠 那它是在1909年 或整個那個台北工廠廠區 擴建的時候情節的 那這個建築包含了車輛修理工廠 牽車台跟土工廠 它是一個建築群 那我們針對2008年整個機場捷運 在開發過程中發現了相關移購 跟1909年之間的資料做了一些比對 那做了整個建築群的回顧 跟建築特徵的介紹 那包含了土工廠的部分 牽車台的部分 那以及車輛修理工廠的部分 那車輛修理工廠因為它比較特別 經過了歷次的轉用 那所以我們大概分成1909年到1934年 在屬於工廠使用的 相關建築特徵的整理 那以及1934年之後 轉做了用成辦公室 相關高價低頻的一些移購 跟建築的特徵的整理 那這包含了光復以後 整個改成鐵路局大禮堂 跟鐵路局通用與球場的一些工程的回顧 跟一些建築上的特徵 做了一些整理 在我們的第三章中 那也依照上市委員的意見 做了整個室內地平高層變化的整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那張圖 那最早修理工廠的地平 就是1909年的鐵道修理道床 那1942年為了做觀眾室使用 做了一個高價的地平 所以在第二個窗戶 可以看到一些通氣孔 那1951年改成禮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圖面上 最上面那一層 第一角它是右高左低 那這跟禮堂的地板有些關係 那我們大家依照上市委員的建議 做了一些補充 那最後我們大概針對建築的結構性能 那還有做了一些結構分析 那還有相關的補強建議 包含北色牆建築 因為之前這周路過關被拆除 那變成一個自由的狀態 那我們要建議進行一些地面上的加固 那還有增加橋面的那個磚口上方的一些補強 那包含增加牆面整理的部分 那最後第五章的部分 大概是整個修復在利用計畫 那我們在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的部分 依照歷史、科學跟藝術三個方向 遵照委員的意見做了一些修正 那包含北門周邊近代發展的重要見證 就是區域發展史的部分 那還有鐵道路線維修機構的演技 就是產業史的部分 那它是二十世紀鐵道車廂修理工廠的代表案例 那就是藝術跟科技的部分 那在修復的部分 我們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一個是員工法的外貿復原 那包含了左上角的一張圖 就是紅色的山面 東面、西面、北面、地面的復原 那還包含了1951年新增的入口車技 二層樓的專造建築的現況檢修 那還有室內重要空間的復原 那還有相關文物的保存跟整理等等 那第二項是現代科技工法的採用 那包含了一些補牆的設施 屋面的防水、牆壁的防水 那還有太子窗的復舊 那還有再透過地下層 就遷移過程中新增的地下層 那增加一些未來再利用需要的一些機殿設施 跟儲房設施的空間 那最後再利用再利用的配合 新增一些必要的設施 那我們也依照委員的建議 做了現況地形圖跟建築體面的套位 那右邊這張是那個西區門戶計畫 在台北的那個鐵道部園區 整個的發展配置的其中一個 那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特別工廠 其實跟右部的開放空間 其實已經有一個還不錯的關係 那這大概是針對北車立面的一些修復 再利用的修復建議 那我們大概是建議用一個新設計的方法 把那個面做起來 那包含了下面這張圖是上次委員建議的 就是室內高層 跟外面的人行道高層之間的關係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房子經過挪移頂升以後 2005年的地面 目前是高於現在的人行道 那1909年的地面 其實跟目前的人行道 大概高差只有3到5公分左右 那我們針對不同的建築空間 外部環境做了不同的歷史跟建築意義的分析 那還有一些再利用的出名 那包含了不同部位 不同的破壞方式的修復建議 那也針對這整個案子 進行了一個修復經費的評估 那還有修復時程的評估 那針對再利用的部分 我們大概確認它 因為它的元屬是修理工廠 所以它是大寡具的行進空間 所以未來再做再利用的時候 我們其實覺得它應該要符合 這樣的大空間的使用方式 那符合整個基地裡面的歷史性角色 是基地裡面最大的一個內部空間 那在再利用計畫原則裡面 我們大概提出了下面這五點 那在再利用經營方面 進程我們大概希望捷運局 用建築本體的修復跟補強 那中層的部分 由我們師傅進行周邊景觀的 再利用工程的進行 那最後遠程的計畫 是希望它回到整個鐵道部園區 並做整個建坡的一個歷史的展示 那再來就是再利用經營的建議 那為了要讓它跟我們的那個 特別機場做一個區隔 所以我們大概訂了幾個區域 那第一個是早期鐵道車輛的展示 包含了清代跟日子初期的一些 相關的機關車輛 那可以利用內部空間的情境 重現當時的修理工廠的樣貌 那再來就是以它為清代機器局 跟台北工廠的展示標的 那再來就是鐵道特展 那保持它原本大空間的使用方式 那針對再利用的部分 我們大概做了一些建築平面的規劃 跟普遍上的規劃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料 那我們也依照上次的委員建議 建議針對再利用的設備的部分 進行了一些原則上的擬定 包含了古蹟本體 及原有空間的保護跟尊重 那展示性的彈性的保存 跟視覺穿透性的保存 那再來就是相關的照明跟展示設施 我們建議它應該要跟後家的建築補強 進行一個系統上的整合 不要跟原本的建築本體 互相堅持在一起 那相關公告資料的建議的部分 那我們建議公告資料的名稱可以收作修改 因為它現在的公告名稱是 總督府鐵道部的台北工廠 那台北工廠其實是販子整個基地的修理工廠 所以我們建議修改成 鐵道部台北工廠的車輛修理工廠 那建議另外在類型的部分 因為它目前的公告是跟鐵道部在一起 所以是屬於亞俗 那我們建議把它單獨出來變成產業設施 那教會比較貼近它建築原本的使用方式 那右下角那一張就是目前鐵道部園區 跟整個台北工廠之間的關係 對台北工廠還目前是在鐵道部園區的左上角 那範圍其實比較小 那我們針對應應計畫的部分 做了一些應應計畫概要性的整理 那跟相關法規的一些檢討 那也提出了管理維護建議 關於維護計畫的建議 那跟短期跟長期維修的一些建議計畫表 那還有一些管理維護計畫需要做的一些防災 檢視相關的表格這樣的報告書裡面 那附路的部分 我們大概除了現況圖的測試以外 那也做了1909年車輛修理工廠的復原圖 就是它一開始落成的時候圖面的檢討 那也是遭到上次委員的意見 那做了未來修復的思議圖 就是未來修復方向的樣子 那這個圖面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資本資料 那最後我們舉辦過一次說明會 那相關的會議記錄內容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報告書 那我們檢討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的簡報有規定時間 質問狀況 應該要落實 這個時間要掌握好 好 那現在請各位各位表達意見 針對這個案子 各位有兩個意見 一個意見 這個行為修復的方案 我是建議你們 非常強烈的建議 還是修 回復到日期時期 包括那個圓圓的太子龍 因為它這個圓圓是一個工廠 在官府以後 我們把它改成一個普通的一個堅定 結果這種堅定 它們對反骨的不好的更不同 因為這個工廠它一定有熱量的生產 有水氣生產 所以你有那個堅定 它熱量水氣沒辦法散出去 所以它的乾架更有更快 所以在日期時期它有一個太子龍 它上面可以通風的 它會通風的 所以我們家來不管再利用做什麼 事實上就通風還要做 尤其要緊的 現在的小方法規 它必須要一個排岩設施 結果我們做的堅定 排岩設施就很難處理 如果它有太子龍 太子龍它本身就是一個排岩的設施 所以我強烈建議 還是恢復到太子龍的設施 尤其這套建築是在上世紀初 所謂近天代主義的一個思想 所謂近天代主義就是說 它問了現代的一些材料 現代一些生物設施 但是它又沒辦法放棄以前古典種的樣子 所以從外觀看起來像個古典 柯大塔所在才能排岩設施 所以這個必須要堅固 第二個一件 這個剛剛在簡報裡面談到的 到底是以後將來要使用的東西 請把那個跟鐵道鋪的配置圖 一起有一張看一下好不好 裡面有一張簡報 跟鐵道鋪在一起 在那種放棄的版本上也會在一起 再按照 再按照 前面一站 就是這個鐵道部 現在鐵道部的大門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這個地方已經由台北管 在經營、在規劃的 台北管規劃的這個是正門還是沒有 那他把這個地方當作一個側門 但是上次我在審查他們的這個計劃之後 我是強烈建議還是要恢復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入口 距離這個監獄非常遠 這個監獄不管你從這邊出來以後 或是從這邊出來以後 他還要照到這邊來 而且這邊的入口的話 有一點莫名其妙 就是因為他原來有一個浮射式入口的地方 所以我是強烈建議他們入口把它改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改在這個地方以後 跟我們跟這個 原來這個鐵道工廠 或者他們這邊有所謂的一個 這個一個圓形的一個避浪空間就好 那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小的館場 有一個小館場 所以如果說他這邊也做入口 那這個入口還是維持的 那這個入口對於公車來講 對捷運來講 或者在後面來的幾個出口來講 都是很方便的入口 而且這個地方有一個館場 他在入口來講也比較好理由 所以他們台博管他們現在也同意這個方案 但是他進一步要跟市政在一起 將來到底這個隱語要怎麼去做 我是覺得如果把這兩個分開隱語 是不治之虛 因為這兩個本來就是在一起的東西 因為把它分開來 那並且他所呈設的內容源 相當的重複性非常高 剛剛所在地用的一些內容 事實上他這邊也有 所以如果將來同時規劃的話 他可以好好去利用 那本來他們在規劃的時候 這邊原來有一些 像一個恢復一些月臺 恢復一些一些動態的空間 我覺得這都可以去思考 也就是說這個在沒有 他必須要跟其他部 他是實際上關於其中 要不要擔心 以上兩個一件 謝謝 好 謝謝薛委員兩點 非常具體的一個意見 好 來請 來 各位 主席各位委員還有研究的單位 還有我們局內的同志 我對這個案子的在利用的部分 我有一點建議 我們經常把那個朝代劃分當作很重要的依據 這是古老的方法 現在已經很少人這樣想了 所以我們究竟是要把日治時代的整個 這張圖上面的這個框框 作為這個框框 就大家看這個框框 就右邊的這個框 作為一個整體思考 還是要把台灣近現代化象徵的這個基本範圍 一起來試看 一起來展示 這種展示方式看起來就像是日本人才把台灣帶入近現代化 其實不是嘛 我們很清楚旁邊的這棟建築很重要 我們自己的施定古蹟 就是這邊 就是大家看這個塔城街的旁邊 這個是台北機器局的施進揚門的本體 然後現在已經拆掉的 這個我們也曾經把它列為歷史建築 這些東西整個合在一起是一個發展過程中間沒有間斷 只有親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這個事件 這個政治事件 可是所有的歷史發展沒有間斷 日本人利用的是親 有名傳蓋的台北機器人留下來的建築物 跟它的空間構想 奈何這個展覽完全是看到日本人而已呢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邏輯思考 我們展覽這塊土地的歷史不必關注哪個朝代 而是關注這塊土地上面的歷史是怎麼發展的 這個才重要 所以我建議這樣的再利用展示 應該要大幅增加歷史中近現代發展的 整個社會的這個部分 大家看看大道成在這個時候已經爬起來了 而且是一個世界性的港口 那為什麼要把大道成放掉 然後在基隆蓋港口做鐵路 就是因為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講其實就是一個事情 那清末的基階局的關係 實在是一個整體 它的展示需要有完整的思考 不要被那個統治者的時間給割裂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建議 我們自始至終都被統治的時間割裂 所以永遠在處理日本人留下來的這個 台灣的鐵路的資產 沒有考慮到鐵路資產的原始 是更早的清末的時代 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所以很可惜 然後地下的出土物的展示 不要只展示這個建築結構 框架 火車頭 這實際上有很多東西是地下出土物的展示 台灣在當時最重要的高溫工廠 雖然已經被拆掉了 但是留下來的這些建築物 留下來的這個建築結構的構建 以及當時發掘的結果其實都還在 所以應該被拿出來展示 好 謝謝 劉老師剛才的意見 好 各位委員還有其他的意見 好 文化局 那老師報告解釋一下 這個案子大概有幾個東西 就是剛剛徐老師提那個太子偶的那個部分 上次其實在專案會議的時候 也有老師建議那個部分可以尊重那個想法 當然我們也知道那個是同縫的 可是其實他綜合起來討論的是 其實為什麼要有一些後來改建的部分留下來 包括其實他那個入口門庭 其實不是日本時代的 可是那個有必要留下來 所以可能要老師那邊的建議會更細分 我是建議這個在細色的時候再討論一次 不要在這邊變成一個讓計畫不過的主要理由 就是說他其實有很多重要的部分 在民國以後也 38年以後也蠻重要的到現在 像那個有巴洛克的那個門庭 那也不是日本人改的 那這個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 就是要跟老師講 其實在利用大部分是依據將來鐵道部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是依據國台博這邊能夠整合在一起的 只是現在他分屬市府跟文化部不同的單位 那文化部因為他明年要整個鐵道部要開幕 他現在沒有辦法接受這一塊 所以市長才才是這一塊的 大概將近要1億多的經費先由市府這邊來撥 來變 來市府的捷運局這邊來修 所以跟老師報告 以後在市長也在講說 在工程硬體完工的前一年 會再跟鐵道部國台協商來交接的事情 所以這個老師請放棄後面還會再看 那我們的工廠大概是在114億年才會修完 在硬體的部分 等一下老師也可以聽第六案 今天的第六其實林一紅他們國台博會來報告他的案 就跟剛剛有一些遺址的部分 老師提到的部分也有關 那劉老師那個朝代的話 主要是其實他跨過塔城接到1萬1圖 我們居長最近有去跟文治局談 然後1萬1圖的部分會另外最近趕快 他其實裡面已經有三棟古籍跟一棟地間 那還會再用15條再看一次 那如果需要留的部分我相信到時候也會再討論中 那出土遺物的部分有一些其實已經 在這一次上次的專會裡面討論 將來會涉及用程展示物的一部分 那其實這邊也有完整的調查 因為今天時間不夠 其實老師也可以看到旁邊爆發很多的區域 塔城接其實以前是沒有接的 這個站好 可以啦 好不好 把握時間 把握時間 剪刊單位置好 好 各位 請 大家以後還有機會討論這個案子 我個人覺得 不要在室內再做屋頂 因為這個屋頂是現存台灣最古老的行家屋頂 它的年份是最古老的 那這時候太子樓 你看清代劉明傳時候的太子樓 它不是全部 它房子很長 它就從那一小段有太子樓 所以這個給張老師這邊參考 太子樓不是全部 只有一小段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各位有還沒其他的意見 好 那麼請各位來填一下這個審查單 那麼剛才三位委員所表達的這些意見都請列入 都請列入 這個本案不管有沒有通過 我們都要把這個三位委員的意見列入 然後作為後續 不管是修正 還是後續這個細設等等方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好 請各位填一下我們的這個意見單 我們有十三位委員 好 那剛才有一位委員先離開 一位委員先離開 那本案有一位委員先離開 那一位委員先離開 那一位委員要迴避 所以這個案子我們會有十一位委員 十一位委員 我們十一位委員 十一位委員當中 全部十一位都同意審查通過 所以本案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審查通過 下一案 一二五案由歷史建築 江河新村有稱見131項15號 131項3弄134號集防空洞 修復在利用計劃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124條 古蹟修復題材用辦法第1349條 辦理情情說明 江河新村是在104年8月17號 公告登陸為歷史建築 公告登陸的是永春街131項 1號還有5號還有131項3弄4號跟防空洞 為了建築的修復在利用計劃 於是在109年委託財政法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基金會辦理 江河新村的修復在利用計劃 在研究調查過程當中 依據歷史投資跟周邊環境的整體性 所以文化局再度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就將光復後出局 陸軍公運陸軍法組進駐使用的 舊建築物131項三棟1號3號 在納入歷史建築 並且擴大它的保存範圍 在107年8月8號公告 請委員翔參附件1 原來公告的這三處歷史建築 就有130項1號5號 三棟4號跟防空洞 本局是修復在利用計劃 本局是邀請民主委員 詹謙權委員 蘇英明委員 跟專家學者夫 宗雄委員擔任審查委員 本局是在107年4月27號跟8月10號 分別召開期中期末審查會議 會議侵入警委員翔參附件2、3 另外本局也委託廠商在107年7月6號、7號 舉辦了兩場的參與事工作法 還有7月8號也交開了一場說明會 會議記錄分別請委員強拆附件4、5 有關修正報告書 經委員書面審查後 有的周日提送人審議會審查 另外新增加的永春街131項 三棟1號、3號 修復在利用計劃 本局是另外委託 恆維聯合建築事務所辦理 經過107年12月5號的初步規劃設計審查 跟108年3月18號的西部規劃設計審查 原則同意續送本審議會審查 有關歷史建築 加和新村內的修復在利用計劃 都已經經過專業小組審查 後續以文資法拿好提送本審議會審查 這是歷史建築擴大保存範圍後 重新公告的資料 在地級地形圖這裡 藍色的範圍是歷史建築公告保存的範圍 紅色的部分就是歷史建築的本體 本案提醒本審議會審查 並審查決定辦理後續修復在優勢裡 以下就由本局委託的 臺灣大學城鄉影中辦基金會 詹對歷史建築全區的規劃進行說明 以上 好 來 請說明 委員 大家好 因為時間很短 內容太多 所以我就盡量開速而解標 好 那麼這個計畫從剛剛我們市府人委員所說的 他在我們的工作造型不好期間 中後期就陸續劃電保存區 而且把原來的工作的對象是三棟 然後增加了其中的第四棟 所以我們就等一下的報告 就不按照這樣的一個過程的順序 而是把整個自為一個完整的